我从来没有见过上海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已经麻木了 就医不能就医 孩子不能上学 上班不能上班 工作不能开展 我们都忍了 对吧 应该说中国人的老百姓是非常非常温良的 但是如果说你涉及到一个人的吃食跟生存的话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对吧 我们不要说这是上海 而且上海的市中心 都可以管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周边的一些郊区 远郊或者大型的社区住宅区的话 你们会把这个活干成什么样啊 你科捐杂岁你再重 OK没有问题 老百姓能忍则忍 都没有问题 你把我总粮收了都没有问题 没有人造反 你不让人吃饭 那是要闯祸的老师 老师我告诉你 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这道也知道 中国老百姓还不够温良吗 你还要找什么样的温良的老百姓来统治 他们这觉得是特别有感觉的呀 你记不给老师有意思吗 是吧 反正就是 老师你到现在为止只发了五次五次 其中一次发的是八次 你让我喝吗 你让我自禁吗 是吧 你把店都关了 然后逼着你们去买那些 所谓的保供物资 然后把屎盆子 扣在那些个快递小哥身上 说他们在传播阳性的病毒 这些小哥如果没有你们的授权 他们有权的接上跑吗 你告诉我 对吧 实在没有地方找一个顶雷的了 挂在快递小哥身上 人家得罪谁了呀 我们要是不是这些快递小哥的话 我们是不是情况更惨 你没有一点感恩的信 你还把屎盆子往脑袋上扣 这些小哥不做核酸的吗 路上那么多警察不管的吗 他们能够思议在这个疫情阶段 在上海的满大气到处跑的吗 他们有阳性 你哄谁呢 我那天大阿姨去到京中心 也就是三分钟的车程 我来回两次被警察查 要查通行证 如果你这家房的话 你会防不住吗 会有着一个有阳性可能的病患的快递 在这上满地跑吗 你何必这样呢 到处找游走 到处找一个顶雷的 到处找一个顶雷的